2012年年初来到了美国 从来之后就开始考虑做一家自己喜欢的餐厅 到了2012年年底 最后确定找一家历史悠久 有所品牌的这样的产品进行收购 我的所有的经验还是来自于中国的美籍 我之所以喜欢这一家店是因为它历史比较悠久 而且它这个地区的客员还有这个店的员工都工作十几年了 其实我刚开始买这个店的时候 还没现在这么强的一个地理优势 它是西亚图的当趟 比如说现在目前的马上总部就在我们的楼上 Flying Fish with the old owner and Mr. Lu 是在西亚图的26年 在西亚图的位置 在South Lake Union 它是很困难的 我们有一个很奢侈的客户 我们在接手这一店之后的一年左右的时间 我们净赔就赔了至少有100万 当时赔的时候呢 我就跟所有的管理者开会 我说这边能不能这样 只要不赔钱赚的钱 所有的钱 我一分不要分给大家 用这样的记录形式来做 那也无效 所有的员工 包括经理站内 他就像中国职业经理是一样的 他们非常职业 但是每个人只做自己分内的事 这个店的管理成本的控制 这类的问题 经历没有下更多的努力和精力 这点通常都是店的老板在自己努力做的事 举例如我们在卡尔古马路 一餐用的牛排 比如放牛排 切着马银鼠 一帮半砍掉了帮帮 这可是我们在面语的中国人看来 基本基本已经非常好了 但在我们的事情 在我们餐厅用的话呢 会有很大力 我们要浪费掉 如果来西雅图的话呢 我会把车停在远处 在车里观察这个店 几乎没有客人 只剩一两个客人没有走到晚上11点多 发现我们还有很多员工上班 这我就问经理 就那时候为什么有那么多人上班 是不是造成亏损的原因 经理告诉我 哪怕有一个客人在这里 我们就要有这样的配置 这是一个好的餐厅的正常配置 这次也给我一个很重要的启发 美国的营工是很贵的 只有那么一两座客人 甚至起个客人的时候 还是还有这么多人的上班 那就完全是一个 我们同行有个习惯 就是同行在一起 是聚餐的同行 我们去任何一个新的餐厅 我们打赌 怎么打赌呢 就是这餐厅 现在一天能卖多少钱 我因为这是一个文化的差异 我们都是中国人 我们对中餐 和对中国文化的理解 当然很深 那么它一旦产生 对生意产生 任何未来的判断和影响的时候 我们的判断会很准确 那么对西餐 对美国人未来的发展和判断 我们的判断就没那么准确 这是我镇店之宝的冰马俑 有很好的艺术价值 这也是我很难得弄到的 但是在美国 不论是房东 身体都痛不过 这是在中国无法想象的 最终我们只能把它放大了一个角落里 包括内部 我放了几只冰马俑 经理也强烈反对 他觉得跟他的视觉 这个充足很大 对餐厅有不好的影响 对餐厅有不好的影响 他就是在新的角落 你到心里不舒服的时候 你去看看这个店 特别在窗外 看到窗里面的整个工作的景象 客人吃饭 那种很安详 很幸福的那种感觉 觉得员工是没有错误的 是这个店的核心 这个店的灵魂发生的变化 我没有把这个店的灵魂带动起来 所以下部我们有个想法 把这店融入更多的亚洲元素 把这些餐饮的形式的一半 改成亚洲的食物 这样的话 我对未来的判断就会好很多 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事 我觉得一个餐厅在西亚历26岁 它需要改变 像我说 Mr. Lu seems to drive us that way instead of the same thing the customer doesn't want the same thing they want the seafood they want the fresh fish they want all the things that flying fish has offered in the past but they want to see new flavors and I think Mr. Lu has a great talent they want to bring new things to the table for us 建议很多的亚洲人 到西方国家里 还要从事跟亚洲有关的商业上来 这样的话 这就有优势于美国人 有优势于西方人 因为他们对亚洲的文化 未来发展的判断 不会由我们考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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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